日本富士山產生了好多的觀光公害 因此三里縣當地的政府也下起重手 這一道來看看今年夏天要實施通行管制 在登山道口安裝了閘門 24小時會有保全人員來管理 在通過之前得先繳交2000日元 大概新台幣418塊的通行費 每天的通行人數上限達到4000人 一旦超過的話就會提早關閉閘門